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oyce Mann 让哲学进入经营建立企业成功基因 我们继续谈矜持哲学第46条 认为不行的时候才是工作的开始 我想如果我们已经坚定的一个目标或者计划 一旦我们真正的去审慎评估 确定我们要执行 我们就必须要死咬着不放 所谓的咬着不放 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勇敢的正面面对 不管遇到困难阻碍甚至磨难 我们都必须要真正的去面对 同时不放手 这也就是我们常讲 我们在经营企业或者企业部门 在进行一样工作跟计划目标的时候 每一次就必须要全力以赴 必须要全身心的投入 让每一个工作完成 当完成之后 我们稍作歇息 定定更高的目标 然后来前进 所谓的快到不行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已经急尽 使出所谓的吃奶的力气之后 我们还要必须坚持 在遇到各种的困难跟磨难的时候 往往那个成功事实上就在下一秒钟 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精神 可以真正的投射在我们在经营企业的时候 每一个企业领导者必须要让自己拥有这样的精神 让自己把这样的意志可以渗透成为我们的潜意识 不达目的绝不松手 不放弃 这样的态度应该是每一个企业的领导者 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 始终必须要有这样的精神 不可以有丝毫的泄斗 因此我们也常常要探讨自己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真正的让自己陷于困难 陷于这种困境的时候 看看自己的能耐到底有多少 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领导者 甚至部门的主管 一遇到困难就松手 一遇到困难就改变方向 那这个部门 这个企业是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所以呢 我们期盼每一个企业领导者 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虽然我们不知道 这个最后一秒钟要坚持多久 但是我们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始终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 用那种所谓的燃烧般的豆魂 来面对所有在工作上 在企业经营上 这种竞争环境给予的冲击 我们始终能挺住 始终能够真正的带领的员工 来向前迈进 那这样子 这个企业绝对可以成功 希望每一个企业领导者 不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绝对不松手 绝对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我是Joyce 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 webTV